大家好,我是台南威光環境的長工 昨天剛去參加完蔡司的新品發表會 所以當然照慣例我們就拍影片來介紹這支新品發表會的內容 那其實這支新品發表會的內容 嚴格來講只有一個重點就是 蔡司最新的青睿Max的一個晶片 那首先我先下一個簡單的註解 真的是蔡司有史以來CP值最高的晶片 怎麼說呢? 這個是一個庫存片 所以相對的 它的價格就是庫存片比較跟輕銳 其實差不了多少的一個價格 等一下我們價格也會讓大家知道一下 再來呢 它的設計概念是已經接近到個人化的 也就是說你用庫存片的價格 然後可以享受到接近個人化的一個光學品質 再來就是說 它這支的晶片Max呢 它的代言人 我們的奧運拳擊銅牌 黃曉雯小姐 OK 它裡面有 這是它的一個介紹的卡通路 它這個字比較小 我把它抓出重點出來了 關於這個晶片可以講的東西真的很多 這個我可能會分為三集 從它的一個特點 然後特殊技術 可能我們第一集 先從特點然後晶片的外觀 大家稍微看一下還有價格 我們先做一個了解 第二集 特殊技術 這個部分真的就比較複雜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就是 你要配菜師的晶瑞Max的一個晶片 消費者要特別注意的一個點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第三集就是說 我以前幫我們燕光師 因為它這個是單焦點的庫存片 我現在已經帶多焦點了 老花了 所以這個晶片我就沒有去想要嘗試 所以我請我們那個 我就幫我們燕光師訂了一副 它的度數又比較高 它有一眼的度數近視加閃光超過1000 所以它用的是1.74的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晶片 外觀 從晶片帶的外觀上其實很好分辨 Max下面有一個藍色的 有一個漂亮的女生的一個照片 那這個是傳統的晶片帶 應該蠻好辨別的 那我特別拿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喔 折射率都是1.6 然後呢 近視都是575 那這次的Max它全部都是綠藍光 而且是鑽金的吸收型綠藍光 OK 那 我們可以先來比較就是 傳統的反射型綠藍光 跟現在鑽金綠藍光 它表面的一個度膜的一個差別 應該很明顯 這個有蠻明顯的藍色反光 它這個就是 一般我們跟我們的 專利方薄金度膜一樣 它就是它有淡淡的藍色的一個度膜 可是它不會有什麼反光 透光度也會比較好 這個應該很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那個反光 好 那 我們先看一下喔 有關於特點的部分 來 它是吸收型綠藍光 然後 銀離質抗菌 之前就是有很多人想用蔡司的鑽金 可是因為沒有庫存片都要定製 價格會比較貴 現在庫存片出來了 然後來 它比市面上非球面庫存片的清晰範圍 平均大了三倍 那這個是關係到它的一個光學設計特殊技術 這個是蔡司講的一個 他在發表會上所發布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東西其實 實際上去測試 其實我們肉眼真的有沒有那麼敏銳 我保持一個保留的態度 因為畢竟這個等我們燕光師 做完心得報告之後 我們再來做比較好不好 給你來 外觀這個就比較簡單 他說外觀更薄 這個確實上有 他說 比球面鏡片薄了百分之十六 比非球面鏡片薄了百分之八 這兩片片鏡是一樣的 那 MAX真的會比這個稍微薄一點點 但是薄那個百分之八 其實用手摸這樣子是有稍微薄一點點的 但是實際上做出來我相信 如果以同度數的話 應該也是大概一米尼 邊遠的厚度 大概也是一米尼以內的差別 所以這個厚薄度 當然如果你真的非常介於薄度的人 他會稍微薄一點點 但是真的是一點點 我很老實講 那個 肉眼看不太出來 真的要拿齒來量 那外觀更薄 這個就比較明顯一點 他說比球面鏡片 就是這個外基斧 比較的平整度 當然跟球面比一定是平很多 比非球面平的百分之三十二 這個其實還蠻明顯的 那個表面的平整度 是真的MAX 他的表面這個是真的比較平 然後又跟 會跟現在的一些鏡框有沒有 歐洲框除外 歐洲框還跟日本框 那反而是我們亞洲這邊的鏡框很多 現在表 尤其是韓國的 那個框面都做得很平有沒有 那做起來的美觀度 是真的會比較好 但是一般理論上來講 理論上來講 表面越平的鏡片 其實光學品質越差 如果我們講的是傳統設計 喔 傳統設計 表面越平的 其實光學品質 真的會比較不好 但是 MAX他所強調說 他表面做到的更平 可是呢 他的光學品質又比原本的再更好 而且是好很多 那為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在特殊技術上 會去講他加入了哪些特殊的技術 讓他可以達成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因為可能第二集的時間會長一點 因為特殊技術他有幾個特殊技術 需要真的去跟大家做一下解釋 那個會講的比較多 那第一集我們就先大概了解一下 這一次 蔡司的清瑞MAX的一個特點 來我們來看一下價格 相信這個是大家最關心的 OK 這個是清瑞的部分 那清瑞 原本的清瑞前一陣子有降價 我們就比較 綠藍光藍光的部分 來 他一樣 一樣也是有1.56 1.67到1.74 他這邊是寫 11月22日正式上市 那其實 他們目前我們昨天發表會晚 有沒有 他說1.56目前還沒有到貨 那1.6跟1.67目前 到台灣的度數還比較齊遠 現在其實已經就可以定了 那1.74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目前如果你想要馬上就配的話 其實現在就已經有了 那他的度數的一個庫存範圍呢 就是1.56的話 近視加閃光700度內 然後但是 只要是一般 菜市的庫存片 都是閃光在200度內 如果你是閃光是超過200度 那你就不用考慮了 所以 1.56是近視加閃光700度內 1.6近視加閃光800度內 1.671000度內 1.74是近視加閃光200度內 可是如果說你是沒有閃光的 它有到1400度 也就是說 它有1225度 但是沒有閃光 可以到1400度 那 所以庫存範圍其實也算蠻寬廣的 來我們看一下價格 這個真的 來 1.56 傳統的DVP就是反射式 我們看定價就好了 那折數就每一家店都不一樣 這個我們就不了 來 4500 它5000塊多500塊 那1.678 它是8800 定價多1000塊而已 那其實折扣下來都其實差幾百塊而已 然後1.679500 10800 也是差個1300 然後1.74 1.74差的比較多一點 然後15000跟17000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定價真的沒有差很多 但是 技術等級真的高了蠻多出來的 然後 來我們來看一下鏡片底色 其實底色看起來 還是原本的反射型的稍微淡了一點點 我們這個在白色桌面上看 可是 如果你拿起來這樣子看出去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偏黃的感覺是幾乎是差不多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這是我們燕光師的 這是1.74 1.74很明顯 就真的 毛料就真的黃了蠻多的 這個蠻明顯 這個是1.74的 這個是 1.6的 傳統的 原本清銳的一個藍光 這個是MAX 這兩個其實很接近 那這個就 1.74就明顯黃了一點點 好 那這個到時候就等我們 在第三集 我們就 讓我們燕光師來做一下心得報告 看他 因為 他有蔡司的那個個人化 然後 我就讓他比較看看 他現在帶的是 就是會幫他做 前陣子我看那個三本龜 他現在帶的是台製的晶片 然後到時候就跟他比較 就是台製晶片 台製的單飛球面 跟MAX跟蔡司的個人化做一個比較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先第一集 就是大概這個MAX的一個蓋關 就是說 他的會 我們簡單簡單做一下一個重點的分析 就是說 他是吸收型的 OK 然後他的晶片會更薄 然後呢 表面外幾乎會更平 就是他大概他的一個重點 然後等到他 他特殊的 為什麼說他就是接近到個人化的晶片 在特殊技術 我們從下一集來特別做一下解釋 好 謝謝各位